大家好,我是來自雅遊遊戲的國學中 目前在貨幣開關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跟Golain Context相關的一些運用 還有它的一些細節 大家要注意就是這個沒用好,程式會爆炸,很重要 首先自己介紹就是那個 你大概在網路上看到這張圖片都是我自己畫 因為我公司不知道為什麼有奇怪的現象就是RD通通都會畫 好,然後這個是我的Sickback 大家簡單看一下就好 最近我們比較專注在遊戲的更新資料下載 佩附在各CDM的系統開發 然後可能非常好用,Likman Screen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今天要做的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是哪些 所以我們會介紹PositDread跟Fiber還有的一些相關檢案知識 然後Golain是什麼樣東西 那再來就是那個PositDread跟Fiber或Go已經直接勾繃的那個方式 也就是說要怎麼讓它聯動 那再來的話就是 Context這個東西整體到底是什麼 那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要怎麼正確地使用它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PositDread跟Fiber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他們的共通點就是說 他們其實都是在一個城市的那個執行 就是執行的位置 那 所以裡面會有 包含說每個都有獨立的ProgramCounter 跟獨立的那個CodingStack這樣子的東西 那他們有不同的地方就在說 PositDread的那個記憶體空間是完全獨立的 所以你今天存取一個變速並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PositDread的內容 那 通常情況都是 屬於現在製作工的設計 除了那個很老的那個MacOS 當然如果還有用過MacOS就玩 那再來就是說 通常情況它也可以 分佈在不同昔日去做PositD的運行 它可以做體型處理,加快它的速度 那所以的跟PositD比較大的差別就是 第一個是它的那個MainwareSpace 也就是HIMMainware是完全共享 那所以你可以透過那個GoFu驗出ToroTip 可以去做那個兩邊 就是兩邊的速度交換這樣子的東西 那同樣 它只要是設計成那個VMTV的情況 它也可以分佈在不同區域的方法 那Five的話 其實跟隨著某些方便也有一點類似 但最重要的是說它的那個 TierD也就是說讓出執行的這個動作 必須要由那個Five他自己去做 讓出執行的這個動作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Pig Ganong Gigy的東西說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像狀物還是怎樣的 但實際上如果你去探討它的原則 它比較像是M1水堤定Mottle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有上過那個作業系統的課程的話 在大學裡面都會有教到M1水堤這種模型 那G時間它其實就是用這個動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以這張圖片來講 以這張圖片來講 Ewen水底它的那個 這個功能裡面每一個執行單元 這些GoRoutine 它本身都會有一個Q3做管理 那每一個會對應到那個空洞所有者 那每一個空洞所有者 則是對應到實體使用 那它只要有需要那個 做切換或者是有IWBug 也需要把執行資源讓給其他的GoRoutine的話 它就可以靠這個部分的調度去做切換 那這邊還有兩個推的 這主要是因為說 有時候IWBugging的時候 你直接把這個推的去做 需要並不是有效率做法 所以方會拿另外一個推的 來繼續用下面購物件的執行資源 好 剛剛剛剛講的那麼多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目的是 發水直推的或者是 以及購物件它有資金購方的一些問題 那通常我們在Puzzle跟Fightle或Fightle之間溝通的話 最主要要用這東西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用ID或者是用Object去追蹤 我們所開的那個Buzzle或Fightle 好 那ID這部分這樣就是 像那個Puzzle的那個APA記憶裡面 它們都會有Fightle或者是Puzzle或Fightle這樣子的方式 那它裡面每一個 就是它裡面每隻Fightle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ID去代表這個執行的單元 那Visodes也不是一樣 就是它有Spot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是帶一些比較高階的實際源 那它直接有內建Fightle的東西 像解說Ruby來講的話 它就是把Fightle的年廟寶寶寶器 定義在後面的這個Vlog裡面 那它拿到這個TID的話 會覺得實際上就是代表這個所謂的執行支援 那你可以透過登秘程 或就去分別要求它強制停止執行 或者是說等待它執行完畢 然後做執行完畢 那GJOP也是類似情況 只不過說它起動的時候 多一個需要另外再Call Start這樣子的動作 那購物訂的Start呢 很簡單就是 我們只要在防選前面加購這個潛綴式 它就可以變成另外一個購物訂來保 但對於那個強制讓它停止 或是強制決定這件事情 基本上官方原始的做法 是告訴你全部都要選擇 所以對於新手來講 其實這個是應該怎麼講 就穿起來會比較麻煩跟不太有聲 它的新手一定會問問題就是說 難道我這麼多的Go Team 我這樣用缺的量傳來傳去 然後最後就雷拉克吧 那當然其實官方有提供一個 比較合心的做法 那就是提出在GoLand 1.7版的時候 提出的Context這樣的東西 內建在那個Spring Data Library裡面 那它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說 有一個包含那個執行狀 所以則是GoLand的執行狀態以及那個 防塑就是你可以通知那個GoLand 讓它說 就是跟它說應該可以停止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今天在帶入Context之後呢 比如說GoLand它是 從1號開了2號 然後2號又開了3號 4號5號 然後5號又進入一部開6號 7號這樣子一直在持續的增生 那今天如果GoLand它 突然在執行到一半時候出現了 那我們總是要做那個資訊回收 然後用同時下游的那個 同時全部都在執行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透過Context去把下面的這些 GoLand都做一次通知 然後讓它可以讓它可以知道說 前面有那個任務失敗 所以全部都放棄了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很完善的那個資源環空機 會有沒有任何問題 那就是這樣嗎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防塑值的部分 它的那個概念來講 主要會有兩個部分 那我們來分別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 它本身可以帶所謂的 Rooty Scope很貴網 如果你以所有的角度來概念來講 就是你所有的打開到所有的消滅的時候 這中間它這個設定週期的那個 available都可以轉在這些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它本身有那個 過路地之間通知說 是不是要停止執行這樣子的機能 那我們就可以看它 它提供這幾個重要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initial開始 那再來這一塊的部分 就是 怎麼樣去設定一些 所謂的Scope的 配置Google.scope的那個參數器去行動得出來 那最後就是說 可以取的那個 就是可以取的一個 就是可以取的一個pencil的utility function 然後 在有出突發事故的時候 中止所有下游Google.in的事情 那要注意的是 Nicode是這個 就是在linkedX的結構上面串一個東西 所以Nicode越多 它的效率率上會是越差 那不相信的話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然後剛剛說的那個 第一個就是NAP NicodeGo.scope.com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那它用法其實就跟Golank的那個 近一模一樣 就是你填一個P進去 那它會有對應的那個 Value可以補出來 那或者說 你如果今天要覆蓋這個P 所代表的數字的話 就可以要上面的Value去做覆蓋 但是它這產生是另外一個 context 而不是原來的那個版本 你會拿來那一份這樣 那官方有證明有講了一個 一大堆拉利拉扎的這個 注意事項 那特別跟大家highlight這一下 那英文很長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就好 重點看後面的程式嘛 它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VisContext裡面 寫那個Key進去的話 有可能你別的模組 取得同樣的名字 然後就兩邊的狀態 就導致程式出現一些奇怪邏輯 那其實官方在當初在設計 這個context的時候 就考量到這一點 所以有要求說 你在定義這個Key的時候 它可以另外定義一個 獨一無二的Type 那因為在Powland的那個 module設計體系下面 不同module下面的Type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隨便可以舉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是用1的這個 數據代表這個Key 其實它也不會有壯子的問題 因為它Type 本來設計上就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記得要這一點 就是這個沒弄好 那個你的Key中 你就會不知道 那個context的內容 為什麼到一半可以蓋它 那再來是廠搜的部分 廠搜的部分 它的那個設計上 就是你可以從原子的 那個context裡面 call which pencil之後 它會丟一個C的context 還有一個pensle function 那你call這個pensle function 那就可以要求那個 有收到這個context的 投進停止實行 那當然除了pensle function之外 它也有所謂timeout 或dayline 那dayline的部分 那dayline的部分 就是指說你 要求到我們時間要停止的時候 指定一個時間 它就會通知說 那客戶店該停止 那或者是也可以 指定一個相對的時間 比如說像是那個 執行時間線 1分鐘左右 那你指定1分鐘之後的時間 那它就會自動收到那個客戶店 應該要停止這樣子的訊息 然後做一些 後續的那個一代引力 那實際上 HDP的部分 大致上都會有 用這樣的東西 來確保它的那個時間 不會超過 好 那我們今天 接下來要來講的是 那個 一些機器的問題 欸 剛剛說那個 引進context之後 那這樣子 勾電就可以 用那個call function 去做到 所謂的call team的啟動 然後剛剛說 Pencil function 可以做到它的那個 那個 通知它該結束這幾個 訊息 那再次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其實講的 START正面的Joy裡面 缺少了Joy的部分 那 在call function裡面 其實沒有定義這樣的動作 所以變成說 Joy的東西是要 留給那個 就是說 剛在START 這不是它的責任 所以要留給其他東西 來處理 所以 大致不妙 那 實際上 我們官方有提供一個sync module 下面有一個位置服務 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 吉他就相當於是一個counter 每做一個go team的時候 你就加 開個go team 你就加一個counter 然後讓它 讓它可以用wgwt去確定說 所有的go team是不是結束 那 所以 整體來說 如果你要做 一條龍的那個做法的話 就可以像上面這張圈這樣子 總之就是 開放選 就是 開放選之前的 開一個go team之前的時候 先用wgwt 那 零食需要取消的時候 就pocential function 讓它離開 那或者說 如果它要正常離開 然後等待它結束的話 你可以call wg 位的 那它會在這個wg down 被call 到那個 那個wg裡面的counter 剩下你的時候 它才會反攻 但這樣可以確保 資源都不會被你 那要注意的是 其實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用channel來寫 只是channel很麻煩而已 那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 要挑戰 就是對自己 不會寫出DataLock的 那個csp bar 都沒有自信化 也是可以用channel 這個並沒有說 不能這樣做 那就是這樣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今天 購物聽要開很多 什麼話怎麼辦 那難道的東西要先移下去 我想我這邊就有問題這些事情 那 這邊直接給一個支援 就是 有一個 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 叫做坟墓的這個module 它實際上有幫你做到 從start 特命的引擎 就有這樣子的小服務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要把它卡在一起的話 可以靠這個東西來 靠這個東西來做 coulding的那個 啟動消滅這樣子的工資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實context的東西 在coulding裡面來講 它精神上 比較像是其他語言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 扣掉了就贏這個功能 但是又提供了 所以是夠effective 這樣子的東西 那 使用的原則 官方的那個文廷有講 那我們直接看程式嘛 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作為一個設備的話 實際上 你那個設備那個 R裡面的那個 CTS 也就是這個 R context 一定要把它拉出來 丟到那個 Database 或其他外貨連線支援的 那個方權裡面 不然這樣的話 它如果中途的作用會場 然後 db它沒有 被收到通知 的一直卡在這邊的話 就會造成那個 支援利可的問題 這樣子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沒有把 context加在裡面的話 那你這個方權路的中途 因為 它有段連線中斷的話 它這個連線就會一直卡在這邊 而不會死 然後 然後 當然 那 那 這邊大家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 同一片後面會分享給大家 大家再點進去看 那 最後 就是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 你覺得剛才覺得適合插單 就是這個啟動 這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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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是 又應用的 那些什麼 嗯 基本上 我們那個官方 其實在HD Server裡面 就有問題 就是它每次 call handle 之前 就會先幫你開context 所以你要 老總是把context 傳給那個db 然後 然後 如果今天 比如說對方連線突然斷信 或是怎樣的話 他透過的方式是可以去通知 那個db的session 該gramping 而不是說一直開在那邊 然後後面有釋放點 那 大家想著 好 好 大家有什麼其他問題 好